警戒最近风波不断 苗栗县有一名女警在汽车旅馆烧炭身亡 警方根据她留下的简单遗书 研判自杀原因可能跟债务压力有关 不过这一名女警的母亲却说 她的女儿跟一个已婚的学长有感情纠纷 才会走上绝路 她质疑警方有意隐瞒真相 自杀的张信玲原警 15号被发现倒落在风源这间汽车旅馆 房间的浴室里放着烧过的木炭 旁边还有喝过的酒瓶以及烧过的纸张 不过房间却没有动过床单的迹象 看起来相当整齐 家属质疑死因不单纯 我女儿的字很重 她写字很重 后面没有任何压痕 那这张遗书我会认为是受伪造的 伪造的一张遗书 警方找到张信玲原警的遗书 上头简单写着她不想活了 请家属将欠下的40万债务还清 警方根据所掌握的机证 初步判定自杀原因是因为 家中债务压力过大 因此想不开 不过母亲说 女儿原本有个正姓男友感情很好 后来因为刘姓学长介入 张信玲原警知道对方已婚 想要断绝关系 不过刘姓学长纠缠不放 还在工作上处处刁难 而张信玲原警母亲对苗栗警方的处理态度 也相当不谅解 也当着耐许母亲的面把包包给她看 那里面的遗书 手机 信用卡等等 都没有任何的移动 那也都经过家属的确认 我们为什么要拿着这些随身物品 是为了要了解耐许她自杀的原因 然后这中间她的家属也都在场 警方调查已婚的刘姓原警 他坦诚两人的确有交往 被继大过一次 改掉竹南分局 苗栗警分局表示尽管不会干预原警的私生活 不过对于私得部分会加强要求 另外也针对最近几件原警的巡软案件 提供申诉管道和加强心理辅导 希望减轻原警的心理压力 吉尔林健身彭焕群台中报导